现在侯友宜的声势 从民调显示他已经下降了 所以这是他副市长刘和然 上节目狂战侯友宜 说是很好的国家领导人 刘和然怎么说呢 他说侯友宜从小被教育 少说话多做事 熟悉国际两岸议题 看非常多资料与书籍 包括晶片问题等等 他是非常关注各面向的人 但是他很少说 看完书他会跟大家分享想法 但还是很少对外讲 意思就是侯友宜 这个欧跟地道油 没地看的意思 然后呢 马英九这个走的路 侯友宜好好做事 该申请为好好讲清楚 侯友宜谈话常常给外界打太极 这是联合报写的 这不是自由时报联合报 今天谈话就不是打太极 而是欺商权 侯友宜用任何政党起头 但外界都认为 他是对国民党选册会成员开炮 向党主席朱立伦挑战 非常明显 自由时报仁眼集讲说 国民党的宿集说 侯友宜虽然说黑金不能复辟 看似爱惜羽毛 要与黑金划清界限 但表态仅止于轻描淡写 不敢点名得罪特定人士 对啊谁黑金嘛 对不对 政治高度远不如一些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 没有拿出最强母亲 与领头羊的风范 也没有对选册会的 这个组够提出具体的主张 但是侯友宜还要面对一个 更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今天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了一个民调 这请教小方 66%的人反对 现任议员参选立委 那侯友宜如果提名他 他是不是类似的问题 那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是因为这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最新公布的民调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 虽然说是游应龙 那游应龙过去出生自民进党 但是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们节目上也好 或者在这个社会上面也好 你说他还是民进党的吗 我相信恐怕很多人 这个大概都不认为是这样子 他可能跟民众党 会比较靠近一点 这个是很多人 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但是呢 在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近做了一个这个民调 他讲的是议员的部分 如果现任的议员 才刚当选 那如果就去参选立委的话 那所做的这份民调 他用了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问了非常多不同的区域 所以我简单来讲 这个报道在这边 我都把这个数字画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 那当然简单来讲 就是不管你是 支持什么样的政党 也就是说你是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甚至于民众党 甚至于时代力量都好 那绝对都是超过六成的人 认为说不同意 你刚选上议员 然后就跑去选立委 那你在全台湾各个地区 大概超过五成的人都认为 因为每个地区不一样 有的外岛地区 有的台北地区 这个高高低低不一样 但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 大家都认为 你刚选上议员 就不应该去选立委 那还有最后一个 是来自于不同的年龄层 大概分这三个选项 也就是说年龄 地域跟政党的这个倾向 大家都不认为说 你刚选上一个工作 你马上跳到选另外一个工作 这是选民所支持的 那这是议员的这部分 那选立委的部分 那当然你可以等同于 这个侯友宜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很多 侯友宜 他最近所面对的 包括也常上我们节目的吴坤裕 那他也在这个礼拜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侯友宜讲话 真的非常空 他讲这个 他前一阵子讲 好好做事情 就是好系列 还有一个三系列 三好牌 三系列 就是什么三平三安 那但是你看他讲好 共好 你共好要有一些的论述 但你看到共好 只有这两个字没有论述 那这个侯友宜的空 你看到联合报也好 还有这个自由时报也好 甚至于很多的政治人物跟名嘴 全部都提出批判 那今天更妙的是 遇到傅昆奇 朱立伦已经用他选策会的 头号大将 用小腹打猴子了 那朱立伦自己不出来 用小腹打猴子了 那你看看 今天侯友宜遇到记者的时候 记者在问他赌麦的时候 他怎么回应 我帮大家圈好了 傅昆奇要你直接表态 来参选总统 你怎么看 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说该说的 我就会说该做的 我就会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屁话 然后傅昆奇还说 你可以赶快接管选策会 来做操盘怎么样 谢谢大家不一样的意见 我都给予尊重 还是屁话 然后这个面对黑金的建议 我相信这是普世的价值 他在讲他自己 那那个还问他说 这个你在党内的身份是什么 我又现在是新北市长 我们一定会跟所有的县市合作 你如果跟所有的县市合作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跟国民党当时的林明珍合作 为什么不帮国民党当时的林明珍来站台 这些我框起来洪框的都是他今天刚刚早上十点的时候 朱立伦派他旗下的大将小富打猴子的时候 他所做的回应 你觉得遇到这么猛烈的一个攻击 国民党都已经打出花了 都已经喷出井喷式的这个火花了 他竟然还是回答这些空话 表示他不但是空 根本没有准备好 然后所以刚才呢 这个原知说到说 这个连赵少康他都出来反对了 赵少康讲什么 我帮大家马上做好了截图 赵少康说 哎呀 现在这个朱立伦选册会 已经沦为民进党的沙包了 这个选册会呢 这个已经变成猪猴对决了 实在是太不应该太笨了 然后这个外界怎么看傅昆奇 就是看朱立伦 所以现在我要给各位看这些截图的意思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朱立伦用傅昆奇打猴子 但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还有战斗兰 还有这个赵少康 但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们其实是在向中国 因为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没落子 什么还没落子 还没有清定 还没清定 因为要支持侯友宜吗 侯友宜到底他只会呵呵做事 那个万一到最后 这个呵呵做事 万一搞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话 那中共下在这个侯友宜的身上 中国也觉得自己 这期好像也不太安 那下在朱立伦身上的话 他现在不但一成不变 在这个赵少康所做的民调当中 已经被8.09了 连八这个九成都没有了 对不起 9%都没有 所以更糟糕 那下在这个郭台铭的身上吗 郭台铭刚刚在紫光的身上 好不容易把这个原先的投资 给拿回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中国最后 还没有落子的一个这个证据 那中国现在刚刚换届 习近平现在逃冒一休 习近平现在能够解决他的难题 包括国内的 包括国际上的外交的一个难题 只剩下台湾是不是能够自动 因为要武统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也觉得越来越困难 那只有扶植在2024的时候 国民党能够顺利上任 国民党能够双手把台湾送给中国 那国民党现在又如此的不撑头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你看到国民党乱成这一团 包括中国乱成一锅粥就原因在此 那原子你看完这个民调 你还决定要选立委吗 他要选市长 他刚刚跟我说的 晃哥我跟你讲 这个民调有点诱导 这个还是要跟他讲一下 因为他的问法是说 你说正常没呗 我也知道 我是正常没啊 台湾民意集经会 游一龙老师 叶原子说你有诱导 我念他的题目给你们听 他的题目他那个题目说 什么基于民主理念 如果议员要选立委的话呢 就是就是这个要尊重 不尊重选民 所以呢刚选上议员的 不宜立即参选立委 你同不同意 那如果说我不同意的话 我就好像不是不是民主的 我觉得他这个诱导性很强 如果他换一种换一种问题问说 议员能力很强 然后想要争取更多服务的机会 转战立委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搞不好有八成同意 所以我是觉得游一龙 老师这个我们以前都很尊重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做民调 都有点立场在里面 然后这样会误导 所以你觉得这民调 参考价值不高 我真的觉得参考价值不高 所以你还是坚持要选 对因为我们出来 因为我们并不是世袭制嘛 也不是清典的嘛 我们要出来选 还是要经过选民的洗礼嘛 如果选民认为说 约言之你在板桥 真的平常我都看到你啊 你都亲力亲为啊 而且服务很棒啊 对人又很亲切啊 然后愿意让我 转战立委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 符合民主的理念 那你挺侯还挺朱 决定了没有 这个会牵涉到你立委 会不会被提名哦 我跟朱跟侯的这个理念 保持等据 都是一致的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 厚厚做台队 所以你不当强国的棋子 你要跟强国保持等据 穷起一个平衡 你再凹嘛 没关系 给你拿找区别人 你可以吗 你又要苦